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今天是跨年夜,实地走访北市各商圈夜市,目前人潮渐增,但空品拉紧报,北市天空一片雾蒙蒙,街头上戴口咒的民众也明显增加。 记者实地观察信义商圈、公馆商圈、通话夜市、饶和夜市及失败夜市,不少店家摊商摩拳擦掌做生意,更有超商卸下自动门,准备强攻跨年商机,不过目前人潮上无特别暴增,且对是否受惠业绩增长看法也不一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受空品不加影响,带口咒的民众明显增加。 饶和夜市不具名摊商表示,虽然夜市离信义区很近,照理说因为受惠,但景气不好,这几年生意已经不如以往。 摊商陈先生则说,跨年夜生意都会变好,至少可以增加一至两成,不过还是取决天气,如果下雨,夜机就差很多了。 机车骑士简小姐说,今天出门就发现空气很差,能见度很低,戴口罩骑车,安全帽加质的护目镜也拉下来,眼睛还是很酸涩,喉咙,鼻子也很不舒服,整个人也风尘仆仆。 准备到信义区跨年的李先生说,空气真的很不好,走在路上,肉眼可见一片雾蒙蒙,喉咙也很不舒服,会忍不住咳嗽,因此特别买了口罩阴影。